国内利拼疫苗施打率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48940人接种AZ疫苗 其中有12件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另外在莫德纳疫苗部分新增了5845人施打 其中有两件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这两位都是女性年龄在48到51岁之间 其中一位施打20分钟之后出现了不适症状 另外一位打完之后没有马上出现不舒服 而是在一天内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 索性治疗之后两个人都已经出院 有专家认为打完莫德纳疫苗之后 没有在几个小时内出现不舒服 而是等了一天才出现状况的话 这个情形比较特殊 要在咽血来厘清原因 全台各地拼打疫苗 不过国内季10号出现首起莫德纳疫苗接种后 严重不良事件 15号又新增两起都有严重过敏反应 其中一件还是在接种后的一天内才出现状况 专家认为打完莫德纳疫苗后 不是几小时内出现不舒服 而是等到一天内才出现状况比较特殊 得在咽血厘清原因 看看目前新增5845人接种莫德纳疫苗 其中有两人发生疑似严重不良反应 年龄介于48到51岁 这当中有一人是打完20分钟后出现过敏反应 另一位则是一天内才出现过敏 所幸两人治疗后都已经出院 另外在AZ疫苗接种的部分 也新增12件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包括八女四男 年龄介于22到67岁 有三例住院中一例还在加护病房 八例持续追踪 民众不想要打完疫苗后 效果打折也避免出现副作用 专家建议这几类族群在击中前 得先跟议事讨论 专家也建议指挥中心 要统计疫苗接种后 所引起的不良事件状况和比例 才能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也有效降低副作用发生 记者送不到 感谢观看